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房屋的外墙是房子外观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仅要负责保温,还得防水防虫害 外墙出问题维修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见其重要性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Stone Siding和专闻外墙相似 有抗雨水的功能,并且不会随时间分解 因此食材房屋始终具有永久性和耐用性 再加上Stone材质比较隔音,抗潮湿,防腐防白椅,易保养 因此价格也比较昂贵,还有特殊的美学效果 有的Stone Siding价格比Brick更要高出不少 因此出于造价考虑,很多房屋会在外墙的下半段用Stone材质 上部分则用其他材料成本相对较低的同时 房子看上去也显得美光高档不少 Starko应该是现在最常见的外墙材料了 外观颜色,花纹有多种可以选择 这种材料风格比较干净利落 现代感十足,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图形或图案 这样即使过了很多年也不会觉得过时 配上好看的颜色和木边装饰显得非常豪华 很多豪宅都会使用这样的外墙 Vinyl Siding由合成PVC树枝制成的 它的优势是价格便宜,不用刷漆,寿命长 可以有不同的厚度,颜色,纹路 甚至有的可以看上去像石头或者木材 因为该材料类似塑料片,自带颜色,易于维护 平常用高压水枪就可以冲洗干净 价格便宜,安装简单,造价成本低 但是这种材料会使房屋外观看起来廉价 在外力打击下易于损坏 Break外墙因为材质原因,不会腐烂,抗打击,隔音,不怕白椅,抗潮湿 而且还抗扁震,但安装时是一片片的雷起来,耗时费力,人工费也相当高 不过大部分房屋都是以石砖作为装饰贴在表面 比如大门周围,门廊柱子,外墙下半部分,以提供更好的外观和感觉 第五种木头外墙曾经是最普遍的材料 但目前新式房屋已经很少采用,主要是木头外墙的寿命较短 怕水一腐烂,因此现在在市场上很少见到wood siding的房子 不过有些建筑商为了追求房屋独特的美感和个性仍然采用木头外墙 以此吸引有独特追求的买家 以上五种外墙材料的优缺点 外观、建造成本、维护成本都不尽相同 我们要考虑房屋建筑风格的同时,也要仔细挑选它们的实用性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